大家好,在这个短短的视频里,我们要证明一个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。 记住,菱形的定义,它是一个四条边都相等的平行四边形。 如果它们四条边都相等,这毫无疑问,或者是正方形,或者是平行四边形。 但是有一点要弄清楚,有些菱形是方的,但不是全部都是方的。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菱形,其角度不一定等于90度。 但是正方形,它也是菱形,只是它每个角都是90度,因为它的每条边都相等。 也就是说,所有的正方形是菱形,而菱形不一定都是正方形。 现在,让我们考虑一下菱形的对角线。 为了简单,我画一个菱形,像钻石形状的。 不过,请注意,我不改变菱形的特性,我只是小小的改变下它的位置。 菱形,顾名思义,四条边都是相等的,让我画其中的一条对角线。 它的对角线都将通过中心,这一点到这两边的距离相等。 同样,这两条边也一样。 所以,所有的边到中心的距离都相等。 上方和下方形成两个三角形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边。 显然,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。 它们的所有边都相等,因为这是我们的菱形的一部分。 也就是说,上边的三角形和下边的三角形都是相等的。 这是全等三角形。 这个边是这两个三角形共有的边,它们所对的两个角相等。 因为这是一个等要三角形。 所以,它两个底角都相等。 因为,这个下面的三角形全等上面的三角形。 这两个角相等。 所以,这两个角也同样相等。 它们也同样相等于这两个角。 因为它们是全等三角形。 现在,我们把它整理一下。 我们要找出我们需要证明所需要的条件。 我们发现,这个是这个三角形的高。 所以,它垂直于这条边。 因为等要三角形是完全对称的。 如果你从顶点做垂线下来。 你把这个三角形平分成两个对称的直角三角形了。 它们互为镜像。 这个高也平分这个底边。 现在,我们可以在这边同样这么做。 我们把它平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。 这是直角。 这两个高相连,形成了这个菱形的另一个对角线。 并且,平分另一条对角线。 在这里,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。 你可以在这里用这个等要三角形。 这里是它的高。 它平分成两个相等的三角形。 同样,平分底边。 这两边相等。 也就是说,这是这个三角形的中位线。 然而,一个三角形,两边相等。 它的高,必定是这个三角形的中位线。 因为,这边等于这边。 我们可以说,任何菱形,它的对角线都互相垂直。 所平分的边,都互相相等。 好了,希望这对你有帮助。 再见。